在骑行的路上那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每天骑着车在路上要骑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骑了习惯了 现在感觉每天不骑的话 可能胜利反而不硬朗了 一定要出去骑一骑 要能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第一次喝咖啡是03年表发沙 那天是在温存之路上 有一家咖啡店叫伯爵咖啡 为了多余跑进去喝商品咖啡 感觉有一点苦 跟咖啡结下雨不结之缘 这支是根本比较多 风味还是很好的 我学的是工艺美术 2000年毕业也从业了很专业 计划统业了三年左右 后面是没有进去下去 骑个单车卖咖啡的想法 还是我小时候见过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 一开始确实几乎是天天草 因为想想现在行业做咖啡的 几乎就是不怎么赚钱的 我最主要的就是想到你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有能力先把家养好 经营家咖啡小店失败过 机器也都花掉了 家园还是有点不支持吧 我一说到这些东西 他要跟我谈他的什么能识 什么理想 他是谈的天荒浪距的 咖啡又做也好 然后这个销量还有稳定 但是我只看眼前 我只看事实 我现在过的是这么这个样子的 我不要未来怎么样 我要现在先把现在过好 他是比较执着 第一次出去骑行 在骑行在路上那种感觉还是很好 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停留下来 售卖的时候那才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尴尬 觉得我们骑这个单车 这可能还有一点像摆汤一式的 因为落差是蛮大的 现在好一点 消费者他不是这么看我的 他以为我这种是行为艺术的 不是在售卖讨历 但很多人拍照 那时候自信心就来了 放开了 越来越好 然后没可能 没可能的时候就坐在这边休息一下 那平均一天能办有十一杯了 够自己开销什么够生活 在打算是说希望有点余钱再投入到这个民宿 就能防止这个修厂里面 把咖啡浓合到里头去 现在妈妈的妈好像也是挺支持她的 她在家也是带孩子又做事 也做这些东西也蛮辛苦的 所以之前我在外面是工作的 现在我也想在家里 一直在为影响生活 一直在努力 一直想过着自己 亲手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 这边的对象 这么想